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想吃土鸡和野菜还是会去阳明山 冬天许多人都会来污来泡汤 污来旅程温泉民宿 汤窝的汤池很大 想泡汤或住宿都可以 旅程算是位在比较高处的汤屋 府市污来老街 景色非常美 泡汤可以提早预约 才会有想要的房型 住宿的话是下午4点进房 隔日早上11点退房 民宿也有自己的停车场 停在这里下雨也不怕被雨淋到 独立汤屋90分钟包含冷热两池专业泡汤设备 汤池很大 大池是热水 小池是冷水 大理池是冷热水池 这间汤屋是简约风 另外还有Tiffany藍的汤屋 一定超好拍 汤屋里有马桶 旁边有置物架 洗脸盆 椅子 非常通风 因为在最高处 窗外又是断层 不用怕被偷看 不用拉窗帘 提供芳寮规格的一日茶道沐浴用品 免出国便能感受日本风情 护发油和乳液也都帮你准备好 再来开箱三井豪华双人客房 一进去采光很好 汤匙就在窗边 客房里也是提供芳寮规格的一日茶道沐浴用品 乳液 护发油 被瓶也都有准备 泡汤匙很大 竟然两个人都没问题 然得可以不用拉上窗帘泡汤 光线视野都很好 非常舒服 公共区域有简单的小厨具 优滑梯 童书 乌来旅程温泉民宿可以看到乌来老街 乌来老街的夜景尽收眼底 这一区是隔天吃早餐的地方 一定要选窗边的 早上有9点 10点 11点三个时段可以选择 很精致的早餐 还有一杯牛奶 一样满满 新北汐止的拱北店 是每年12月的热门赏风地点 特色景点包括 红色彼岸桥 日式石灯笼荷双拱桥 这里充满古典与诗意 非常适合踏青践行 和歉意赏景 汐止的景点一日游 可以轻松安排 大众交通 汐止火车站对面搭工具587 890至拱北店下车 在步行约15分钟 南港火车站 东湖站前搭工具896 至拱北店下车 在步行约15分钟 园内设有免费停车场 汐止拱北店 最早建于1906年 至今已超过百年 拱北店最知名的 应该就是双拱桥 要走到双拱桥 有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图中的入口 另一个是从红色彼岸桥的斜坡上去 图中的入口到双拱桥比较近 但会错过沿途景致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从彼岸桥往上走 在从图中这个地方出来 顺着人群走马上 就会走到红色彼岸桥 红色拱桥 红灯笼及日式石灯笼 带有日式风情 戏指拱北店主寺 服幼帝君吕先祖 配似释迦摩尼佛 及至圣先师孔夫子 为如是道三教合一之庙宇 正殿不像一般寺庙雕梁画栋 金光闪闪 中国风建筑古典高雅 园区种植了不少花卉 顺着指标 再走一小段路 就会看到双拱桥 每年风红季好多人都会来 戏指拱北店双拱桥区景 戏指拱北店 就算不是风红季 也是环境清幽 来走走践行呼吸新鲜空气 也很不错 邦尼舒布尔板桥店 是年底新开幕不久的 水果蛋糕专门店 在高雄跟台北都有分店 在百货公司美食街 好像也有看到过 邦尼舒格尔位于板桥车站附近 就在文化路一段 与新站路口 不论是开车 或是搭大众交通工具 都很方便 门口的小看板上 还有写着甜点使用的食材 店家整体保留了老宅的原本格局 一楼是柜台点餐区 空间比较小 中间有天井 店内贩售很多背盘器皿 很有复古感 桌衣都是木质材质古董家具 带着点欧洲乡村风格 冰砖咖啡 另外附上热鲜奶以及糖中 味道香浓够味 颇有质感 玫瑰柠檬茶喝起来 有辽玫瑰香气 淡淡柠檬清香 草莓派使用的是大壶草莓 大颗又新鲜 咬起来蛮过瘾的 草莓派口味上算不错 底部的塔皮很酥脆 卡士达酱也够香 肉桂卷的价格很佛心 记得好像还不到100元 肉桂卷本体是单卖酥皮 就算不沾酱吃 味道也很香浓 加热后的酥脆口感扑人 肉桂尾不算重 cream cheese抹酱与坚果粒很香 整体来说CP值很高 肉桂尾不算重 ricoYAN